《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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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对于我们来说的吸引力 摄影因为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物料 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做创作 当然最重要的是摄影 可以记录低大使 代于变迁 技术和感觉之间的关系 其实都是很有趣的 感觉很重要的 其实对于艺术品 对于艺术品 其实最重要的是感情 作家有感情投入作品里面 但我们看到一张作品 都会令到我们有一些感觉 摄影刚刚很有趣 摄影因为很依赖科技 所以现在来说得到一个 准确或者正常美的影像 是不困难的 当然我们要看看我们如何将 我们的感情和看法 可以放在影像里面 得到艺术家年长 当然很开心 但其实我想 都是想带出一些看法 就是现在来说 因为影像方面 数码、会员网、会员网 还有现在来的AI 其实都是对影像的创造 很大的冲击 但我也想说一句 就是摄影是记录下 当时对一些事物的感情和看法 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拍的方式 有很多不同的 所以我都是看回我想表达 有些什么去拍 即是风景也有拍 人也有拍 或者一些物体也有拍 香港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变化都很快 很急速 那摄影正正一件事 就可以记录一些 就快消失的东西 那些东西都是重要的 我们经常都说 有想为政 或者我们可以记录一些大事 可以改变 那些样东西正正 就在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 影像这个媒体可以记录下来 这些艺术 就是在外国是比较受尊重的 但香港又有点不同 香港可能太容易 每个人好像有手机可以拍照 可以打卡 所以我都是想带一个信息出来 就是香港其实有一些 好的影像 或者好的摄影师 那变成可以和外国可以大家交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